大家好 现在很快就要到开春了 那么春季是君子兰快速生长的一个季节 所以我们想要春季这个君子兰能够快速的长根 快速的长新叶片 大家必须提前做好三件事 尤其是在这个一月份 第一件事就是给它彻底的做一次杀菌消毒 目的是为这个君子兰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不容易受到续菌病毒的感染 我们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戴森猛心 按照一笔钱的比例对水浇灌一次这个土养 给它完全的浇透 给它彻底的做一次杀菌消毒 我们给它用了这个戴森猛心之后 最好第二天用清水再给它冲杀一片 把残留的一些药物给它全部冲洗干净 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我们给它使用杀菌药之后 那么它里面的有益菌也会相对的减少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充一些有益菌 因为君子兰根系吸收养分 如果说殖留中的有益菌不充足的话 那么也是会影响到它的根系生长的 所以建议大家给它使用这种兰科中用有机养液 因为这种有机养液它不单可以给君子兰补肥 还可以增加土养中的有益菌 有益菌多了 肥有了 它自然就会快速的生长 我们不管是用药也好 用这种肥也好 一定要坚持干透焦透 不要给它积水 一般正常来说这种有机养液呢 我们可以大概10天15天给它使用一次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肥效比较温和 不容易烧根 能够继续的给它补充能量 那么我们连续给它使用 2-3次这个兰科植物专用型的有机养液之后呢 接下来为了让它长根的速度更快 第三步就是给它使用这种快速生根粉 按照1比1000的比例兑水 因为只有用这种快速生根粉才能诱发它快速长新根出来 让它的新根长得更加多 长得更加的强壮 那么长叶片就不成问题了 所以说我们想要达到这种效果 就必须做好这三个步骤 第一给它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第二就是给它补充足够的犹豫菌 第三就是促进它快速长新根出来 那么就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